要把我们家念的是什么呀? 破龙的海 它是第一位古生物学家 玛丽安妮的80大发现 我们来看看它的故事咯 玛丽安妮在她的故乡 英国莱姆米斯 附近的海滩上 边走边闪躲着 漳潮的海水击拍到岸边的巨浪 她的人就专染了什么? 化石 贝壳跟化石 那就是要卖给游客的真品哦 他们在当地都有很其他的名称 像是蛇石、按摩的脚指甲 以及是天使之意 嗯,都有很奇怪的名字 有些很好听 她必须小心避开危险的滩邦 趴过摇摇欲坠的悬崖 翻越啊 乱石凌峻的山崩 嗯,尽管沿路啊 危机四伏 玛丽呢,还不害怕啊 不害怕,对不对 她下定决心呢 要揭开长期埋藏在当地的秘密 无论可能呢 遭遇多大的风险 感勇敢,对不对啊 嗯 嗯 玛丽呢,在主日学校 学过了阅读和写字哦 但是还想学习更多 因为她对海边捡到的这些骨头 还有化石呢 还有很多的疑问 也想要得到了解答 她借着许多的书籍呢 抄写一遍遍的科学论文 也会致大量的复杂的素描 你看她画的是什么啊,好不好 嗯 她在画什么 小雪 对,你看画好多好多的小雪 嗯 一天早上呢 玛丽和哥哥在悬崖上探险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东西 哦,这个是什么 大大的眼窝耶 嗯,还直直的盯着它们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小心翼翼的把泥土 和石头敲掉之后 岩石家露出了一个 什么 这是什么啊,宝宝 哇 嗯 我的尖尖的鼻子 到底有100 20公分长的头耶 是巨大的额部 而且还有好多的什么 它上面什么牙齿耶 嗯 那玛丽害不害怕呀 嗯 她一点也不害怕 完全被你迷住了 那熊妹两个呢 拜托公里村里的工人帮忙 把她呢 挖出来带回家 嘟嘟嘟嘟嘟嘟嘟 都带回家了 对不对 带回家研究一下 当工人都离开之后 玛丽回头寻找那个动物的身体 嗯 现在还不动地移动 滑动 它一定被埋在附近 但是呢 到底在哪里呀 哇,你看 在下雨的时候 它也还是去找了日复一日的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就过了 一个月又过了 嗯 大约一年之后呢 大自然对玛丽拉伸出了援手 他们找到啊 一场泡风雨之后 带来强风好雨 造成了严重的坍塌和吐石流 哇,一夜之间啊 埋长已久的古老地震 终于裸露出来了 那原本是玛丽得用锤子和爪子 花上很多年才会发现的 嗯 有个东西呢 吸引到它了 他看到了什么 宝宝 嗯 看到了 一个骨头 什么骨头呀 哇 宝宝 哇 玛丽大胆的把它切开 要用这样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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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了一个肋骨 脊椎 骑 就是一只鱼咩 還是鱼呢 还是蜥蜴啊 看这个骨头到底是什么都不是的 玛丽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生物 还没有感到害怕呀 没有 很勇敢对不对 不过啊 她的发现啊 让很多村民都感到害怕 他们对玛丽的怪物啊 一润纷纷 那消息呢 传到一位富有的收藏家里 她想要买下之路骨头 虽然玛丽索布都卖掉 但是这笔钱啊 足够全家人好几个月的生活费耶 嗯 好了这位收藏家呢 就把骨头认证给一间伦敦的博物馆 许多科学家与地质学家 都蜂蜂来看这个展示 对她测量 讨论她 还把她秘名为鱼龙 嗯 意思就是像鱼的蜥蜴 嗯 还没有像 嗯 这很奇怪的哈 嗯 因为恐龙这个字 在当时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对 所以只能这样子形容它咯 那科学家和地质家 学家呢 宣布了震惊全世界的消息 玛丽紮现在身不紧箍了 而是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 这项发表那打破了人们呢 普遍认为地球历史 只有六千年的观念哦 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 物种可能会灭 学 人们直到后来才开始研究 不再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遗憾 像这种 然后它就没有在地球上 对不对 嗯 那必须要靠化石去 才能去了解它们 当众人讨论玛丽的发现时 他继续的探索 然后持续的学习 然后继续就 哇哇哇哇哇 有没有 哇出了好多物一样的东西了 嗯 生物 古代的生物 过了好几年 玛丽又在骨骼中发现了许多奇妙的深色的 块状的小石头 嗯 仔细检查一下 又再读了自己的笔记 然后研究之前画的树描 这个小石头是什么呀 但是这不是一位书女应该说出来的事哦 嗯 不过玛丽呢 把科学家的身份放在书女之前 她学生之后先呢 被称为牛黄的石头 是已经成为画师的什么啊 是画师的动物变链嘛 一直学家们都嘲笑她 嗯 你看 这个是变变耶 嗯 跟学家们拿吃这一笔 看他们仔细研究之后 同意玛丽才是对的 玛丽的经人发现 帮助了学生们更了解古代生物啊 都吃了些什么 嗯 从这个变变的画师里头去了解 对不对 玛丽还发现了许多又长又薄的 圆锥形画师 它能看起来一点对不起 也很普通 嗯 至少外观是这样 然后 它切开了其中一个 原来里头呢 是一个什么 小袋子 哇 内部呢 还充满了粘稠的 浓稠的黑色的物质 这个小东西呢 是什么呀 很好奇咯 加了几滴水之后 这个物质呢变成了 墨水 哦 怎么会这样呢 哦 它的经人发现了 这名古代水生动物 会摊出墨汁 来隐藏自己 来躲避饥饿的悦尸者 哦 原来是这样耶 跟什么有关啊 跟那个 它家里的旁边有好多 都会有事 对呀 好多耶 它收藏了很多 对不对 嗯 哇 发现了 好 跟墨浴啊 好 我掩藏自己的 发现这个墨 是 马力24岁的时候 它又有了新的经人发现 这种生物没有假 没有漆 但是竟然有翅膀耶 哦 真奇怪 嗯 这次 它发掘出来的是一种 会飞的 使前的 爬行动物 称为 翼龙 哇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 都在讨论这些 难以知情的发现 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到 马力这个名字 至少一开始的时候 动物就没有 嗯 对 以前对女性啊 嗯 没有那么的 重 那个 重视 对不对 觉得女生啊 女生就是应该在家 洗衣煮饭的 对不对 不会成为什么科学家了 什么的 哦 即使马力啊 只看 一根骨头就能辨识出物种 也能够像拼拼图般啊 组好整部的骨骼 却还是无法加入 伦敦地址学会 因为女生 就是不准备加入的 嗯 她不能参加讲座 又不能在大学里教书 连去听课都不行 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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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女性的 对吧 嗯 不过马力知道 她的发现很重要 还会改变啊 人类对地球历史的看法哦 许多的地质学家 科学家 学者 也都有同样的想法 当心中啊 浮现疑问的时候 你猜他们会去哪里呢 只见啊 在访 马力的小物 为了想要学习更多 他们甚至愿意跟随马力啦 翻越悬崖 即使呢 打算心里感到害怕 他们有没有害怕 但是马力还不害怕呀 不害怕 勇敢 对不对 已经走过很多次了 就像一块啊 满藏已久的化石 那马力呢 的成就 逐渐被发掘出来 并且传遍了去世界哦 嗯 她惊人的发现啊 注释古生物学呢 诞生了 一种透过化石研究 史前生活的地质学 分支 看厉害对不对 她用自制的锤子和爪子 以及无所畏惧的持续 探索学习 达成这一切的成就哦 是一个很伟大的女科学家哦 所以呢 这边有很多的 一些的小知识 小宝宝最喜欢的是 哪一个图案的化石啊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只 这一只吗 嗯 这个叫橘石 橘石它一个史前的 海洋生物 它有螺旋形的壳 经常在海岸边啊 被发现哦 那这个叫什么 这是剑石哦 宝宝 看一下乌贼哦 嗯 对 然后里头看 会有墨汁 喷出来 不 保护自己 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什么 嗯 这个是 它什么 龙斑 嗯 这里 这里 OK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七百多种 不同的恐龙 被发现一个命名哦 嗯 所以刚刚讲的龙 啊 斑龙 对不起 斑龙是第一只 被正式命名的恐龙 哦 这个 好 Dino Dino 这里是希腊文 代表可怕的 嗯 Dinosaur 就是恐龙咯 好 这些 OK 所以这是它的成就吗 嗯 所以它 哇 它活到 嗯 以前的人呢 嗯 没有办法活得太 太久 所以它 到47岁呢 它 就走了 OK 嗯 这个就是很伟大的 你可以回家 嗯 好 听吗 Lily and 谢谢大家咯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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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